投资长今天联发科表现不错 逆势上涨 还有今天的标题写说 1月最重要就是今天有台积电法说 还有CPI今晚开奖 台股将突破15152吗 有机会 我先跟大家讲台积电法说 我给你结论70分 70分是有即可 可是对股价的表现 今天会怎么样 应该说明天的后市会怎么样 今晚的ADL怎么样 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数据是CPI CPI我昨天有秀出推背图 我现在推背图改了 我对后市的看法改变了 秀出这个CPI 9点半CPI公布以后 股市明天股市何去何从 全部全新的独家CPI的一个走势图 预告图台股的走势图 就在今天的节目一定要看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1月12日 台股开盘14780点 中场收在14731点 跌19点 由于市场日期联准会会在2月 放缓升息一码 也乐观期待今天公布的CPI会降温 因此美股四大指数走高 但是台股大盘今天是开高走低 贵买下跌比较多 今晚美国CPI公布之后 明天的台股会怎么走呢 后续盘是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股冠军基督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 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蓉投资长 投资长好 Luna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好刺激喔 台肌店把说 刚才已经在陆陆续续公告了 一些内容 等下跟大家讲这些独家的内容 好不好 今晚CPI开奖 今年1月份 2023年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天 就是今天 today tonight 你要注意一下 今天节目你不看你会后悔 好不好 等一下跟大家讲 那请助理有随时最新的资料 我也马上跟大家讲一下 好不好 你继续说 好 那投资长在过年之前 你真的带会员朋友们赚不少红包 昨天中兴店获利20%出场 那果然今天又下跌了 你看 卖了以后可能下跌 昨天卖相对高点漂亮漂亮 就像那时候 我卖精华 精华就下去了 对啊 是不是卖完品 完品就会连下去了 你要就是一个 短打安打全雷打 都可以上壘 都可以进攻得分的分析师 It's me 你继续说 好那联发科果然是投资长所说 最委屈的股票 今天逆势上涨喔 等一下我要跟 不是最委屈是 10年来最委屈的股票 10年一件买点里面 10年一件买点里面有13股票 我觉得联发科是最委屈的 因为他这20年来 都没有 本一笔都没有那么低低到10倍以下 好不好 你继续说 来 好那今天呢 晚上9点半就要公布美国CPI数据了嘛 那投资长说 6-6.6%之间 几率是最大的 那明天的行情该怎么看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地方喔 其实现在很多华尔街的网站或分析师预测喔 因为他们有一个平均值之前是说6.6 一个平均值 现在变多少 是变6.5了 6.5下滑了喔 就是反正是66大顺 就是上个月是7.1 然后一开始大家共识是6.6 那现在有些分析师开始更改预测 或者更多分析师的平均预测起来 是6.5喔 所以你看这个通膨是急速下滑了喔 他们还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喔 就是说我如果等到中国大陆1月开工 然后消费力道变强以后 其实景气会比你强中好的 其实去故村化这方面 还有就是说一些成本的降低啊 这就是朋友们注意观察 好不好 制造成本运输成本的降低 所以投资票 我要告诉你 本来是6.6嘛 我说6.6做一个标杆做一个标准嘛 现在变6.5 这很特别喔 变6.5很特别喔 所以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我要告诉大家这些事情 我们在讲话的同时 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台积电的法说 法说我们来看一下 好来 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来来来 法说为这个讲得很清楚 台积电最新的法说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今天台积电法说 我们先看2330台积电 今天很刺激啊 拉着尾盘 台积电法说啦 是预估啦 第四季的毛利超标啦 62% 是 要是连那个 苹果看人都生气嘛 毛利这么高 哈哈哈 好 那台积电法说 告诉你第四季 毛利62.2 你就知道多生 就知道 我说苹果都生气 代表这个毛利多高啊 嗯 那这个现在 他现在预估 毛利率大概是53.5到55.5 和最新的数据 所以容我 稍微低头看一下下 不然其实应该记在脑海里面 这才是分析师该有的尊重 54.5%毛利率 53.5到55.5% 平均是54.5 其实这一波大摩 虽然看股价不太准 可是这一波大摩的财测预告 财测预报 财测的预期 还蛮准的 因为他就是预期大概是 差不多 营收会记减14% 14到15% 结果第一季的营收 就是1到3月的营收 台积电告诉你是14.2% 14.2% 记减14.2% 14.2% 那台积电当然也有强调的一件事是说 我营收我达标啦 因为美元计价的话是刚好达低标 他认为是这样子的达低标 美元来看的话 是刚好达低标 那除了这一外我们来看看 可是台积电 可是我们是看台币嘛 台币你汇兑其实都要算进去嘛 好 那没关系这不像重要 这过去是我们看未来 就是营收记减14% 其实都符合外资大部分的预期 如果基本上都符合外资大部分的预期的话 那基本上要看CPI啦 好你听懂吗 要看CPI 这懂我意思吗 就是其实预期 这个我再跟你讲啊 就是 就像CPI一样 上个月是7.1 这个月不是比7.1低就好了 而是要跟预期比较 记得的一件事 预期比较按照吗 对 这样知不知道 所以现在如果台积电法说到目前为止 都No surprise 没有 surprise 其实大摩都预测正确的 他花期也最准都是预测 记减 就第一季跟 去年第四季比较的话 记减大概14%的话 那我要告诉你那就没有 surprise 就没有 surprise 那就是 之前大摩觉得说 这个其实如果是记减 14%的话 他觉得股价涨幅有到1-2% 不过他是看毛利率啦 毛利率他觉得说 那个 其实应该有可能55% 可是没有 高标才55% 如果是用军标或中位数的话 大概是50.5%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是 对 对那些 外资来讲的话台积电最新的法说是缴出大概70分的答案 记得喔 70分吗 70分 这是70分 不能说 我不能说有90分 没有到支优生这样子 没有到支优生 70分而已 可是70分是可以涨的 至少股价不会下跌 真的懂吗 真的懂吗 所以我赶快跟台积电影所 影所跟大家讲 那除了这样 中间我们一定要休息一下下 好不好 因为我要赶快跟大家讲台积最新的法说 来 那除了这以外 我们先来看一下东西 我们看一下 聊天室动起来 我现在每天要聊天室动起来 哲哲现在真的很忙 你知道吗 因为 之前东盛想要我连线 现在非凡也想要我连线 然后晚上我还要去上前线百分百 然后我今天还开福利社的会 然后中午还花了10分钟去抢Blackpink的票 动于我们研究团队10个人 我们研究团队应该人最多的啦 你有抢到吗 今天没有抢到 昨天有抢到 昨天有 昨天有抢到 昨天我抢了 快10张 快10张票 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 我本来说 那抢你10张票 我说慘了 买那么多张怎么办 我想说会不会 会不会卖不出去 但我不知道 我不是要赚这个价差啦 只是想说先抢再说啦 因为昨天 因为昨天 这开玩笑 这是聊天而已啦 像这种演唱会门票 你要最好是加入会员 昨天很好抢 今天根本抢不到 秒杀 真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 你晚一步就 抢不到了 很多人 不愿意花 小钱 你就会 赔大钱 就像抢票一样 他第一天的时候是 你要注册会员 对 然后你要缴大概 6000块的韩元吧 好像我忘记花一幅 因为我请助理处理的 反正要缴大概600多块台币 昨天票还蛮好抢的 一定有位置做 只是说位置好或不好 8800的那种低牌的可能没有 可是很好抢 今天秒杀 我今天比昨天出动两倍能力 两倍能力反而抢不到票 这告诉你一个答案 就是说 其实 你有时候你觉得免费的 他是最贵的 对 你懂吗 这个抢票也是一样嘛 像我愿意花这个钱 先注册会员 比如说假设我去找15个人 我就先花1万块 我要请他们吃那个 蛋糕 Paul蛋糕还有饮料 加起来就1万多块 可是你看我反而抢到最多票 你懂不懂意思 这跟大家讲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 有时候卖朋友都随便卖啦 就是把这些成本算一算 会员成本算一算 随便卖他们 没有人都扯远了 只是我要告诉你 这次什么都有跟上 就这样跟朋友聊天 说这次那你真的识事的东西就知道 我什么都看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比如说网路上讲什么 南北部 南部办流水席 你有没有看这个新闻 有 南部办流水席 那个感觉是创作文 那可以看就是说 100%是假的啦 还什么 一个大头啦 还假装说什么 哇有朋友 有 就是说 哇我认出你来什么 辅大陈若仪 陈若仪又不红 然后扯这个名字 对啊 是不是 就是你讲那个什么28岁38岁 28岁人最好是会认识 那个陈若仪啦 我也不知道是谁 对啊 这个根本就不胡扯 邏輯根本不通 我都知道啊 比如说什么 哇什么之前最好的 财阀家的什么 小儿子啊 我什么都要看你知道吗 因为我要了解时事 分析室就是这样子 外资报告大摩报告 然后大陆的最新的解封 这些东西我都要看 我都要看 不然你看我什么 连Blackpink我都知道 就这样我就是非常 我非常热爱吸收巨量的资讯 你要找找第一名分析师 我还是要跟您强调 要找找第一名分析师 大家动起来 好不好 大家动起来 好不好 大家动起来 那如果我希望大家先底下留言啦 好不好 留言好不好 留言就是说 留言有没有抢到票吗 小朋友要 或者要跟哲哲买是不是 那不是重点 台积电法说 你觉得满意的 好不好 按加1 不满意按加2 好不好 OK吗 那你可以加1 你懒得写就写加1就好 你想写加1 满意 也可以 好不好 我想知道 做个调查 留言 聊天室也动起来 好不好 那除了这以外 我们刚慢慢跟大家讲 我说其实这个股票很多 我们还是要秀一下 每天要秀一下股票 秀一下这个简讯 最近获利还不错 中心店昨天出的 1513中心店对不对 获利已经超过20% 最高的获利 那我们看我们今天1513中心店 是不是 几乎是跌什么 最低嘛 收最低 这就是我的威力 这就是泽泽会员朋友们的威力 这就是你要叉泽会员朋友们威力 1513中心店 这是最高的获利20% 那如果你自己买更底部 或你用季线 其实就季线 他也可以赚到什么 赚到20% 那为什么没有 每个分析师都说季线是生命线 甚至季线是不是事业线 几一几就有了 可是你有没有买 你有没有买劲 所以你就像我讲的这抢票一样 你有时候先付钱 先加入会员 你反而比较好抢 你想要就免费的 哎呦我不想要抢 我不想要付那些钱 600块你都不愿意付 同样你就抢不到票 今天是秒杀 秒杀 昨天会抢到8800的 听说现在8800的已经变到 变多少 变了10万了 两张变20万了 哇 差很多 好不好 这个只要留下来做纪念 这不卖 这不缺这些钱 只缺的是一个感觉 没有啦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所以我就喜欢做 抢票 我只喜欢做一些 没有 没有在抢 没有在做时间 每天中午在抢 找我当分析师 干什么 加入我会员干什么 所以我今天10分钟对不起会员 所以演员这10分钟对不起会员 我决定 当然本来就决定了 我决定 多送一些会期给大家 过年时间我就免费放送 过年时间免费放送 那我们现在加入会员呢 这段时间呢 因为就现在变成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 Luna我会讲一件事 如果你是怕就是 过年期间 很缺钱 或者说过年期间你觉得 价情这么长 不划算 你应该是 2月1号才加入会员嘛 对不对还是现在加入会员 如果你很怕 不划算的话 应该2月1号还是1月1号 正常的 2月1号 2月1号嘛 不会是现在嘛 对不对 不会是现在1月12号嘛 因为接下来要放17天的假嘛 正常是2月1号 如果之前一次 你听清楚 如果今天我是决定说 画面给Luna 我决定 就是我决定说 我现在加入会员不划算 犯那么多的假期 没有弥补我的会期 没有弥补我的会费 你会2月1号参加会员 还是现在 2月1号吗 2月1号 没错正常是2月1号 可是呢 如果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 你现在加入或者是2月1号加入 通通从2月1号起算 这段时间我免费 这几个交易日我都免费送给你 你觉得应该现在加入 还是2月1号加入 现在比较划算 现在 所以我今天会期就是通通送给你 2月1号再起算 2月1号起算 我讲得很清楚 同样2月1号起算 有时候有时候你要反思 反向思考思维 你才能去 才能怎么样 才能去获取你要的一些答案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要跟大家讲的 所以同样你去想想看你要怎么回事 慢慢跟大家讲这些行情 所以 明天的行情怎么看 还是要看什么 CPI CPI 来 先来看这个CPI 看完以后我们要休息一下 因为我要看一下最新的 助理 告诉我 有没有一些报告 CPI 预期 你说我一直在修正 反正以这个为主 因为本来是6.6 现在变6.5 因为华尔街是6.5 所以高于6.5的话会回撤14000 试探那个季线 14000会跌破 不会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这一波下沙的过程中怎么样 不知道记不记得 刚刚打什么 14001 14001点 13981吗 我看一下是14001 你在13981这边是这边 那是过年前 过年后是刚好达14000 0一点 那不错你记忆力也很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找的主持人 找的不只要漂亮 还要记忆力好专业 我这样讲你反正surprise是不是 很少称赞你是不是 对啊 不错你 要常常称赞 要常常称赞是不是 我这样不口言笑 我说要称赞他反正吓到 你看那天麦克风掉他反正很紧张 这都骗不了了 所以你就知道泽泽是非常严格的 严格严厉的 可是也因为严格严厉某人才能成第一 同样我要跟大家讲严格严厉才能成第一 我就讲我说我们连公司半果以牙 至少开50次回应 是 哪一家公司可以做到 我们赢在每一个细节 赢在我比别人的疯狂 赢在我们大家管理阶层 大家都很认真 每个分析都很认真 因为我从来 我都不认为 一个松散的人 一个松散的团体 是可以创造第一的家机的 你记得这件事情 好不好 这股票就是我的兴趣 所以你看年度长 你看讲专业他也蛮专业的 不输我 这边是13981 这是14001点 那其实国安基金的成本大概14100点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是国安基金在1400他会疯狂互盘 所以最坏会跌到1400 可是这个几率不高 这几率大概低于20% 6.5 20% 为什么 因为我讲的便当理论 好吃的便当有过来 什么意思 我告诉大家便当我讲过很多次 便当 他今天居然没给我 要再教大家一次吗 直接给你结论好了 便当就是说其实100元涨到120的便当是涨 什么20%的 20%的涨幅吗 对不对 通膨 CPI是20% 100涨120不是20吗 100跟120多20元吗 20除以100不就是20%吗 可是明年便当还是120通膨多少 0 因为没涨价了 通膨是看涨多少 所以之前 可是你看到便当也没降价 120已经变贵了 可是我不管你 废的就是我管你的 反正CPI只要到什么 到0就好了 对他是看年增率 他看年增率 所以这个CPI之前 这边是 急速成长的 这一波是急速成长的 你懂吗 这一波都是急速成长的 都是高级期 他这一波 但11月到12月他是涨比较少的 这一波全部是 高级期难怪这边下滑 可是 我要讲是CRP商品 我们昨天福利社有讲 不论CRP商品 或者是不论是石油 这些价格都是 都下滑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来来来来 这边这个几率比较低 我们到时候不要拍预告 这几率比较低 这不会 我认为不会是说不是不会回车 而是不会高于6.5 我其实不高 我不能说没有 我就顶多10% 10% 因为已经下到6.5 如果说是7% 我可以跟你赌 应该是0 这只有10% 那这边呢 这边大概至少差不多70% 这边有20% 懂吗 什么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结论 大概会借到6到6.5 年底2月底前 挑战15152 快一点的话 什么 因为6到6.5还是有差很多啊 有可能6或6.1啊 你听懂吗 是 年底 农历年前就是这三个交易日 直接15152突破了 如果是6 就突破了 如果第6呢 最晚是2月底 好不好 第6呢 强攻16000 第6强攻16000 记起来没 记起来 第6那这怎么可能20%算蛮高的 所以我今天独家预告 最新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等一下赶快休息一下 我中场我要赶快跟大家讲 我看台积电最新法说 我们赶快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董事长 台积电法说有什么最新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呢 台积电法说其实 也没什么特别 就是第4季11.41 比大家想很多嘛 那除了这以外 我慢慢跟大家讲 我真的在看 我们看网络 看这些 他的一些财报 官网也有啊 BGD 我看大家感受一下 所以第4季其实都是超出预期嘛 大家想要看 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好 完全不重要 虎家的反应了 不然台积电不会这么强 好不好 好我是跟大家讲 那我只跟大家说 然后 等一下 全年EPS 我算一下 全年EPS是39.2元 差不多40块 40块一个公司 你看台积电 对 对 你这看40块的台积电 给你12倍本益比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为什么要给他12倍本益比 对啊 脑袋装什么 当然还有一个资本支出也下滑了 资本支出下滑到差不多 差不多320-360 中位数的成本差不多 340 有降低的 因为去年是400亿美金的资本支出 然后现在变340亿 那我可是问题是有些外资更希望到300亿 我觉得有点夸张啦 可是我觉得结论而言 台积电法说就是70分 不要再问我了 不重要了 所以接下来看CPI CPI这个图很重要 记起来我要讲这东西好不好 CPI这个图 好不好已经给你结论了 10% 70% 20% 暗表操课 9点半的时候会很刺激 好不好 整整基本上前面版本我超忙的 人生不知道忙什么样子 大家都希望我录影 你看喔 我E3 要录福利社 24有特别单元 我还在录 爆爆爆 有时候要连线 福利社你开会 我是要从头开到尾 我假日还要开会 研究报告 还有公司一些签证 还有尾牙 超级忙 所以你加入我会远你划算 好不好 我是全团外资本 是最多的分析师 没有的话 我给各位100万都没关系 哪个人在检举我1000万也没问题 所以你要找第一名分析师 一样摩尔绝对是营收最好的公司 没有的话我直接给他对方100万1000万都可以 到现在没有一家公司来找我 好不好 因为我们叫第一名 但不是只有靠我而已 我先跟你讲清楚 你不是只有靠我 靠我这样没办 好不好 是靠大家 我们share流量 我们的流量共同体 都有 这些特别节目 特别单元 这都有 好不好 那你想想看你要长分析 除了这个要慢慢跟大家讲 来我们赶快看这些 所以你要找第一名的投顾 你不一定要找泽泽 你可以找别人 好不好 找某其他分析师 文貌也是在持续拉 穿抽半价新高 昨天就有秀过简讯 今天就不秀了 好不好 这就是那种营收 笑死人 EPS 笑死人 然后股价 吓死人 股价好惊人的一家公司 那80460人店的 我再讲一件事 你们现在一定要 農曆年后你相信我 中国全面启动 中国全面发展 中国全面消费 你会发现 这个蓄固存化的速度好快 然后开始跟你讲说 中电子股动的 你们要这样子 好不好 然后通膨就下来了 这个没有意思嘛 是不是 3034的联勇 这边做个投 可是你看驱动爱新商 就是说砍价竞争 可是股价 为什么有这件事 联勇展成 联勇展成这样子 底部完成 你觉得他会再破底去 高不高 展成这样代表 基本面已经成功改变嘛 你就还会破底嘛 既然有很多公司 他是长短角 他不会再破底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 好不好 6104的创为 也是一样 Type-C的这些概念族群 好不好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回撤这十字线 这长短角 这个 这个 这个创为这些股价 我希望同样好好把握住 还有什么东西 今天外资卖超19万 19万 19亿 我看到的资料写19万 19万没错 19万就不用讨论好不好 你也吓一跳 那你不要紧张 这就是一个加法跟减法 假设我卖超20亿 然后我又卖超19.5亿 假设我买超 买超1000亿 假设你很夸张是不是 然后卖超999.9亿 999.9亿 那最后只会差 0.1亿的买超 只能说 力道相符而已 好不好 这平常性 创为也是一样 对看到万真的有点吓到 万啦 好不好 这都买得起 来245是连巴克站长 我看到没有 金金长 咚咚咚 步步高升 赚到兔 好不好 那你看 这个不讲一下 台湾50 台湾50 不错 过完年后好像要填全席吧 对不对 这种公司就好公司 那到底台湾50 是 买这个比较好 还是买高股息ETF 其实高股息ETF 有一个最大问题 最大一个坏习惯 你一定 我 我不知道是这一周六 还是下周六 反正过年的时候 一定有 事情我推一个特别单元 到时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你看到这个影片就发现 哇 这时候我学到好多东西 嗯 绝对逻辑 绝对精彩 你一定要看我的节目 因为我毕竟我实战出称的 你看这么多的分析师 哪个人敢真的砸钱 砸个几千万买台湾50 对啊 我是因为受限 我不能买股票啊 因为我觉得我要做一个手法的好功名啊 我是跟大家讲 现在也赚好几百啦 赚好几百 赚多少 我不想讲的好不好 反正等到我 反正等到 反正 赚一千万的时候 我出调的时候 我可能会跟你讲一下啦 因为我要回馈社会 因为我要讲的原因是因为 我说话得要送话 我说话得要送话 我不要让你觉得 我现在偷偷摸摸的出调 我不做这种事啊 虽然台湾50 没办法叫你抬轿 没办法叫任何抬轿 国安经济也是一样 没办法抬轿 国安经济也赔钱 人家丢了几百多亿 是不是 所以可是我要觉得是 诚信在我心中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然我宁可不当分析师 所以你参加我会有一个好处 我会去跟那些主力配合 出货给你 以前老头裤的这些事情 收你的会员以后 然后再跟主力收钱 然后那你在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 你挂展停板 追追高架 我不屑做 你看我的都是 大型的牛皮股 好不好 这就跟大家讲 那一样环球金也是一样 上游的股票 你看 这是营收笑死人 股价怎么样 好惊人 这就跟大家讲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找分析师 不论对货错 我一切一切 我预告前面 还有这些股票都慢慢来 2609 阳明 这怎么看起来不行了 我觉得阳明要下去的几率很低 该买就买 该冲就冲 今天这是一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大家觉得可能SCY是不是 报价不行了 或不会再下滑 我觉得成本区 会有一个竞争激烈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觉得这是现货报价 可是我觉得长期报价还是OK 我还是很看好SCY报价 中国运费 因为中国的一个报复性消费以后 一些运价可能会上来 我希望同匠你好好把握住 不然不然你现在看起来要打第二只脚的那个 AVUX 宅版 山雄 还有南店 他那个就南店 还有就是 那个什么 那个长龙 阳明万海 这一股价看起来打第二只脚 你反而注意 他打的第二只脚是长短脚 再讲一次 怎么样长短脚 这常跟你讲 这长短脚就是 呃 再看一下 就长短脚是这样子 突破上去对 对 好不容易突破对不对 对 这个通常这样子拉去 第一只脚 第二只脚 通常不会破这个底 懂吗 懂 不会破这个底 不会破这个底 这长短脚 这个脚 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 最后来看一下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2727的完品 我是获利50% 40%走掉 今天有点 卖掉又怎么又拉 算40%了 不然你要怎么办 2707的 金娃 卖掉又卖这边附近嘛 下去了 很漂亮 1513什么 中芯店 卖了又怎么样 肩股价涨还跌 间谍 间谍 所以你看我们获利中芯店 卖出昨天的昨天的简讯 这是 最入门的普通会员简讯 你要赶快来 我在讲一次我没跟你开玩笑 只是话说出口就是这样子 今天 就是今天你加入会员 其实这几个交易日我等于送给你 过了年的时间 我等于都送给你的 你现在加入可以2月1号加入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一定现在加入 我不能等到2月1号 我不能等到2月1号就算这几天你不想进入 你看哲哲的简讯也可以啊 你看哲哲的传证稿也赚到啊 所以 最好的时候就是今天加入我们行列 好不好 就像你在买公司买股票 你买在百货公司的东西买衣服 买商业买coach 你买这些东西最划算 平常不打折嘛 中年轻他会打折 中年轻的时候跟他一起打折买 那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这样打折买 网品颜上最高获利40% 台积电法说70分 接下来看CPI数据CPI的独家数据我已经告诉你9点半按表操客 上一次 CPI数据我告诉你CPI数据超精人 7.1只有5预测成功 我现在要跟你讲还是低于6.5 非常高的几率 非常高的几率 只是会不会到5 会不会到5.9 这很难预告 大概只有20% 70%就是借贷6.5到6 所以从年前是有机会突破 15152 最坏最坏是2月底之前突破15152 不论对或错 整整就改预告前面 今天台股推背图 非常之精彩 过年 为什么要上升加入 因为过年这三天明年有台积电法说 加上CPI的威力 这三天很刺激 行情总在半信半信中成长 你要不要选第一名分支 要不要 要不要选第一名分支 要的话 欢迎来一下小型 080668085 也恭喜会员 昨天中心店卖得好漂亮 稳帽你看 天天 几乎天天上涨 晚品也卖得好漂亮 今晚也卖得好漂亮 去想想看你要怎样美食 也预祝各位能够 赚大钱 谢谢各位 欢迎帽名影片留言按赞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吗 可以拨打我们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等你喔 拜拜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1080066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入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 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